我从台湾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原来我们从中国 200岁 但是我们离开了 因为他们超级 幽默成功在台上侃侃而谈 台湾人与中国人的不同 这位来自台湾的美国脱口秀演员 杰森切尼 因为这段幽默的谈话 在网络上爆猴 一句话 枪暴曾找他提款的中国人士 逗得台下观众捧腹大笑 这段表演被台湾网友翻出来 po到网络上 有网友留言附和 有道理耶 美国人不会说自己是英国人 我的祖先太有智慧了 在江青年间就先逃出中国 听到这句话的小粉红心已碎 引起热烈讨论 因为在美国那边确实 还有很多已经移民到美国的 这些中意人士 心向祖国还喜欢去帮中国讲话 然后包含说中国今年的战狼外交 脱口秀的这个方式 它其实是反映出说 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对于中国人 在全世界各地受肆虐的一个状况 是已经受够了 这位杰森切尼可是真正的台湾人 在台湾出生 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搬到加拿大 之后一去美国还曾就读过军校 目前已经做了十年的脱口秀表演 曾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世界徐剧大会获胜 也曾在Fox频道表演 全美各地的脱口秀俱乐部 都有他的身影 尽管一居美国 杰森不忘宣传自己来自台湾 如今喜剧作品终于在家乡被人看见 明天新闻这种报导